Hello 今天又抢了Gigi 回来了 搞到我都不太好意思 今次第三次叫她来 又烦到她了 不过不要紧 我待会请她出去吃饭 应该可以的 当然没所谓 投资买楼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当然要有知识 我教你做个精明的英国物业投资者 无论你身处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购买英国物业收租 很高的 好了 如果我已经 选择了一层楼 有心水了 觉得她的价值应该挺高的 做 mortgage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不是像同胞 随便买一屋 买一屋 整个钱放下去 只有这些特别的朋友 才能做到的 我就一定做不到 那有什么不同 譬如我拿BNO 或者拿香港 passport 或者我拿Canadian passport 买 虽然我现在未有 快的了 那有什么特别呢 例如mortgage方面 如果不同passport 其实都有一些 有点好处的 如果你是BNO 或者British passport 就肯定是 就是British passport 肯定是 利息会有点好处的 但BNO 就 depends on 我的银行 原来有些人 都还未分清楚 究竟British passport 和BNO 有什么分别 他会看到 那样子挺似的 可能会给你一个 更加地的 但真的要 Depend on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大部分我们 海外 譬如我们 加拿大 passport 或者香港 passport 其实就用一个 foreigner 的 interest rate 是贵些少 但也不是贵很多 最重要是 找到一个 好yield的 property 就可以利用到 这个mortgage 那这个procedure 我就可以 要先 warn 你们 是很慢 很慢 很慢 和很慢 那我们 跟我们加拿大 那些人有得 亏 我来完之后 发觉 这里真的 是很慢 很慢 和很慢 没错 那我们香港人 还是很快的 那边 其实第一 要先拿了 mortgage pre-approval 是 可以快 但是 它的 process 就是 到你真的 开始 去apply 那就可以 判定大家 那个application form 可能有二十多版 那么长 就是查家宅的 就是问一下你收入 支出 家庭支出 供多少层楼 买多少架 买多少架车 这些全部都会问到 是 接着第二步 第一 英国人做事 可能的 pace 就没有我们这么快 嗯 第二 就是他 就算交给律师 那个文件 那个程序 其实都可能会 需要些时间 再第三 他做valuation 他要再找一个 surveyor 再去value 你家屋 看看你报的数 是不是 叫做估价了 因为香港很容易 其实你打银行就告诉你 是你猜到价格 他们就不是的 要真的订阅个 surveyor 出去到家屋看 嗯 接着才会 给到一个valuation 那就是说那个valuation 是海鲜价来的 嗯 没错了 但是当然了 其实你会做定research 究竟你买入这家屋 究竟是不是一个market price 它也是以当地那个 就是周边的成交 来做一个comparison 所以呢 我只可以说 mortgage的process 就是慢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做 可能是四五个月才会成交到的 OK 明白 好了 Gigi 刚才你说到 他们很慢 香港人做事很快 那我们现在要提交所有文件 documentation 那其实英国 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document 或者我们要provide 去令到件事可以快一点点呢 那其实呢 都是一些正常的文件 那可能会多一两份 嗯 那主要呢 第一就是出量户口 就记得 就是要provide可能六至十二个月的出量户口 那要公司信 那就是量单 那就是最主要的 那当然呢 他可能会问你 哎呀 你麻烦给了 Kerry你十个户口的资料我 那就是 大家就是以一个 就是要去报的 一个准则去做 是 那所以其实呢 如果你是多一个户口的呢 可能都 就是他会想知道 你是有些什么资产啊 嗯 雖然大部分都是看回 主要你的出量 就是你的收入 究竟是不是可以支付到这个mortgage 那还有呢 他会是 有一样东西比较特别呢 就是他会问你 拿公司的一个contact 就是可能人事部 或者你的manager 那他真的会打去查一下 Kerry你是否这间公司的员工啊 那就是 要求真 看看你会不会是假的 是啊 是啊 就是他也是做了一个 正常的Dual diligence OK 人家英国的KYC 是做得很足的 就是我们加拿大这边也是的 所以其实呢 但是他们就不会一次过 回来问你 是回你几次才来问你 搞到你的头都大了 嗯 嗯 没错了 那还有呢 Gigi 我想问 嗯 他 啊 如果你对他做 当然就可以provide你的那个 量单啊 或者一些公司信 但是如果真实 好了 其实有些人已经 不是做事 好像我那样 现在只有家庭主婦四个字 是不是 那怎么算好呢 嗯 那你当然是 除了家庭主婦 就是老板娘啊 哎呀 那没有我份的 那通常呢 就是这样的 如果英国的Mortgage 他不会看你资产的 那一定要有一个收入 不是一定说固定的收入 但是要有一个收入 嗯 那你的收入呢 可以是你自雇人士 你自己有间公司 就是你可以做consulting 又或者是你家庭的公司 但是出一份 一份量给你 那也都可以的 但是你要证明 你是有这个收入 那可能你 就是要在自己的公司 会是一个定期 去出量给自己 就可以当是一个income proof的 OK 那就是说 我就要再问稍微少少了 有些年纪大些老人家 其实可能真的已经退退休了 那他们真的不会有收入 那是不是等于 其实他们如果想 plan 这样做法 是不是应该要开一间公司去做呢 那其实呢 就是如果我们教我们自己的同学呢 都会看回他们个人的情况 嗯 如果你在职人士 或者好像我们这样 都有公司可以做到mortgage 那我们会建议 但是如果是年纪大些 可能他已经退休 没有工作 而也不想麻烦 就是出钱给自己 因为这个都是一个 就是要做面的事情 或者又可能要报税 很麻烦 那我们会建议 这一类型的学生 是做另外一个 我们的投资策略的 那就是买一条 比较高式的房子 可能会是选一些 就是地区 可能再偏远一点 但是他的 亿率可能真的有10厘 所以呢 可能你说退休 其实都会靠这个cash flow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 他们是做cash buy 做一个比较高yield 而令到自己 可以有一个passive income 那所以不同年纪 和不同背景 或者是投资资金 我们会教自己的学生 是做不同的策略 嗯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朋友 记得呢 上去这个网子 UK Property Box OK 找个cours上下 OK 别人就教你更多些东西 OK Mortgage又搞好 Valuation 就是估计 就是估计 估计 那 成交 其实成交我特别是什么手组 其实成交不是什么手组 最主要是一个律师 会帮你搞好一些文件 去做registration 那你就叫你的management agent 去收鎖匙 就可以了 OK 那律师费贵不贵呢 律师费是比较便宜的 是吗 跟香港其实都similar 你买一间房子 我讲的是 可能是伦敦以外 我们都是买这方面的楼 是比较多些 是说一千多磅的律师费 加上查册费就差不多了 另外要给查册费的 查册费只有几百磅而已 OK 所以就是 整天都是 一千磅而已 几百磅而已 可以有钱而已 这些费用呢 这些费用呢 全部都预算了 那之后呢 当然是收完楼啦 收完楼之后呢 啊 要交税的 要报税的 那其实 香港呢 就是没有capital gain tax 或者profit gain tax 那加拿大这边就一定有了 那还有呢 就是 residents呢 要付这件事的嘛 是不是 一定要报的嘛 那不如说一下 有没有什么特别巧妙 或者是用什么passport 是最好的呢 我猜的应该是BNO 或者是香港passport吧 那如果你有英国passport 的话就更好一些 是 但是他们呢 主要是看你是不是UK resident UK resident 始终的rate 就是mortgage rate interest rate 就会低些 是 还有呢 可能呢 LTV 就是我们叫loan to value ratio 就是那个借的款項 可能的percentage 就会高些 但是如果大家不是在英国住的话 可能都是要依靠我们 就是外国passport 那其实加拿大 香港 其实都是差不多 就是没有 我就觉得最主要是 你买之前 就要问好那个mortgage broker 我们通常用mortgage broker 就去看一看 就是究竟哪些 选择 有些什么rate 可以大家选择 那报税呢 其实都要看回 你个人的情况 那有些朋友说 我过去英国住 那可能呢 就会以个人名 去买这个楼 但是呢 这个税项未必说是 作为投资来说 是会变得更好 除非你是真的自住 那你 因为现在 近来呢 就转了例 就是 如果你是mortgage 的repayment 就是 这个interest 是扣不到税的 ok 那从香港这个有点不同 那所以呢 有时候如果是 在英国投资得多的话 我们会建议 可能去开一间 英国的公司 去做这个 就是tax planning 我们叫做 是 但是开公司 大家都知道 可能要找 accountant 去做份数 所以你可能都要 算一算 可能你是投资得多 少少 才会值得开一间公司 但是开公司有什么好处呢 开公司就是说 如果Carrie 我跟你呢 就飞去英国 看楼了 那其实那个tuffer expense 是可以扣税的 就是因为我们是做director 要去视察这个 业务 你住的酒店 亦都可以扣税 是 或者你的车租 亦都可以扣税 看公司来说 mortgage interest 是扣到税的 是当是expenses 所以你就用一个corporate tax 整个来做一个structure 就可以扣的税行 是可以比较多 比如装修费 或者letting agent的fees 都是当一个expenses 现在corporate tax 就大约是18-19%左右 就是revenue 减了expenses之后的一个税率 ok 其实也不是太贵 18-19% ok 因为在加拿大这边 税项其实很贵 还有呢 好像我们这样 就是扣税 扣税 扣税 要报税 其实都是要给global tax 虽然同时间两边都要报的 没错 其实呢 好像我这样 或者很多其他朋友 除了加拿大之外 海外的投资 或者海外的物业 都是一样要报加拿大税 但是呢 回到香港做事 那他如果去买楼 是报了non-residence 但是是没有的 就是可能他那时候 离开加拿大 回到香港的时候 是没有搞清楚这个手组 所以真的要确定 去找一个税务的 可能专家 要去替他 替他报了这个身份 是的 替他报了这个身份 加拿大的税局 就不会再追讨他 这这么多年来 不是加拿大的一个税项 哦 记住了 朋友 一定要报清楚 如果不是呢 有什么字 是你自己的 是吗 是啊 好了 Gigi今天呢 我真的都问了很多问题 那我希望呢 那么多位朋友 看完之后呢 都尽量了解到 再不是的话呢 就真的要找Gigi 教一教路 做一些personal consultation 那记住了 又回到你们这个 UKpropertybox.com OK 不要说我只帮你买广告 多谢 我想我要收广告费 那下次呢 嗯 再找Gigi谈什么呢 嘿 我知道 其实呢 在加拿大这边 买楼啦 选楼啦 看楼啦 起楼啦 很多东西要做的 不如 稍后我们又谈一下这个问题 好啊好啊 下次见啦 拜拜 如果你有意想了解更多 英国物业投资的技巧 欢迎收看我的免费试堂影片 你可以到以下网址 又或者掃一掃QR Code 就可以看到的啦 欢迎南南我们的网页 Facebook专业 和YouTube Channel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